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待着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7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 胡指挥 还有胡一静老师啊 今天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 明天啊,就迎来万众瞩目的 胡适要开市了 我看了一下 今天这个港股 还有富时A50啊 都是在上涨 但是呢,走的还是犹豫不决 也就是盘中震荡 恐怕有人出去 有人进来 也就是分歧还比较大 但是呢,现在毕竟啊 龙头啊,是胡适 所以这个境外的啊 比如说这个纳斯达克的中概股 还有这个新加坡的富时A50 甚至港股 他们现在都是为富时的马首市长啊 现在是互相啊 风借火势,火柱风势 总之啊,气氛已经到了 这个华尔街分析师啊 说啊,买入中国是当下最重要的行为 护身300,一年内可充6000点 近日华尔街资深策略师 叫杰夫德格拉夫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啊 中国牛市刚刚开始 买入中国是当下最重要的 通过技术面分析 德格拉夫指出 护身300指数 有万在18个月内 甚至12个月内 涨至6000点 这个格局小了 这个胡适的金融消费者 早就已经啊 看到一万四千点 那个上海公园里面 那个叫什么爱在深秋 那个老大爷 好像也是看到一万多点 指日可待 6000点 那是第一目标 所以说啊 这华尔街分析师啊 还是胆子小了点 也得保守 新浪财经报道 说10月5号 高盛在新报告中 善调中国股市至超配 中国股市 还有进一步善涨的空间吗 高盛在报告中称 尽管中国股市 已经出现了强劲的反弹 但其任有 进一步善涨的潜力 我们估计 还有15到20%的涨幅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信息 来断言 结构性牛市已经开始 而且财政政策 对应对措施规模和轮廓 尚未公布 然而有充分的理由 支持股市进一步善涨 他理由还挺多的 一是估值 一是任敌于中党 第二市场反弹 可不可以被视为定价 出一步风险 第三 盈利改善 支持估值扩张 第四 仓未轻 且对中国股市 展望变化 指向了进一步重新风险化 什么意思呢 这个高盛啊 也是江头草啊 风吹两边倒 L型复苏 咱们一直是在这一树里面 还没有看到横 高盛从来没有说 我们现在出的那个底部 那一横 我们还是在那一树里面 怎么突然就变成超配了呢 所以说一阳改三官 指的是小散户 金融消费者 那么三阳五阳改三官 指的就是这些所谓的机构 什么贝莱德 再也不说胡适是骗子了 也是呼吁超配 所以说来说去啊 这些机构 也就是大散户啊 高盛已经忘记了他所说的是L型复苏了 强行的把那个一横呢 九十度给他掰成了零度 这个节假日啊 据说券商新开户也是出奇的多啊 我看有网友说啊 这个广发国庆期间日均开户 一万到一万二 说国庆截至10月3号 开户排队是40万户 国徒截至到9月30号 开户排队是20万户 中信箭头排队接近100万户 这个数字真真假假啊 你不一定能相信 据说啊 这个国庆节 银正转账是通畅的 为了这些新开户的股民 顺利的把他的钱从银行 帮到这个证券账户里面 这银行也是一改一改 晚长的这个做法啊 节假日也允许把钱 转到正串账户 等等啊 似乎都预示着 这个节后第一个交易日 将是开盘及收盘 不由那个专家 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 任泽平已经喊出了 开盘及收盘 有关部门啊 还担心这个火力不够啊 接着还加了两把火 哪两把火呢 首先是上交所 10月6号发布 也就是昨天晚上发布 关于延长指定交易申报 指令时间的通知 接受指定交易申报 指令时间 由每个交易日 9点15分 至9点25分 9点半 至11点半 13点半 至15点 调整为每个交易日 9点15分 到11点30分 13点至15点 自2024年10月8日起 实行 实际上啊 就是中间那个 9点25分 到9点30分 这五分钟 本来是 这五分钟是暂停的 但是新的规则呢 就把这五分钟 暂停取消了 那就给人感觉 好像多了五分钟 交易 这个是集合金价期间 合交易啊 实际上这个散户啊 和这个交易 没有关系 叫指定交易 申报指令 这个指的是新开户的人 你是通过哪个券商 跟交易所之间 对吧 去买卖 有哪个券商 帮你发这个指令 新开户的人需要绑定 就类似 跟这个券商要绑定 对吧 你以后买股票 卖股票是通过这个券商 发指令 那么作为新开户的人 因为你还没有 在交易所那儿 你还没有指定这个券商 所以就相当于券商 把你这个申报到这个交易所去 告诉 这是我的客户 以后啊 交易 就由我来替他下单 就这个意思啊 大家理解一下就行 因为这个交易 只跟善交所有关系 深交所 它不是这种交易方式 深交所是全托管 所以你看啊 只有善交所修改 实际上 你理解着善交所是 修改了他自己一个bug 以前交易清淡的时候啊 本来就没人开户 开户人非常少 那新的这个账户啊 也本身就少 所以这种需求啊 它能满足 但是现在因为开户量太大呀 很有可能导致 大量的新开户的人 对吧 你绑定在券商的时候 你去发这个叫 指定交易申报 指令的时候 会造成拥堵 也可能会造成这个交易所啊 这个服务器出现故障 所以它可以延长五分钟 这个跟你报价 跟什么都没有关系 但是现在呢 什么呢 现在因为是风流期间 咱们也知道啊 这个风流期间 任何消息都是利好 利空也是利好 利好更是利好 所以无论是这个散户 还是机构 还是这个中介 还是券商 还是什么 媒体 它都把这个宣传真利好 肯定是利好 要不然你改干啥 干什么呢 还不是怕这个人太多吗 钱太多了 造成拥堵 所以大家都会把它理解成利好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你看啊 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 系统落实一揽子 增量政策 扎实推动 经济向上 结构向优 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有关情况 这个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将于2024年10月8号 也就是明天开盘 上午10点 要举行新闻发布会 请相关的主管人员 介绍这些增量政策 是增量政策 并且打记者问 对吧 由这两把火助推 本来啊 这个散户 这个情绪已经上来了 这个气氛有了 结果还要再加这两把火 所以说明天开盘啊 这个恐怕是暴涨 只要你能买得进去 恐怕都要赚钱 但是啊 这也说明啊 就是明天能进去的 都是老股民 对吧 新股民 刚开完户的 现在不还在 叫指定交易 申报指令吗 新股民 能够进去接盘 那也是9号 所以有可能9号的时候啊 会出现冲高回落的走势 那就看新股民的力量 老股民恐怕就是 要落袋为安 或者要出来看一看 有很多已经被掏了好几年的 都有可能要解套 有可能冲到3800点 甚至更高啊 很多老股民心有余悸啊 所以他要减仓 减持啊 对吧 也只有老股民减持 这些新股民才能买得到筹码 如果这些新股民啊 这个力量足够大 那9号啊 恐怕就是震荡 最后啊 还要上涨 如果新股民力度有限 那恐怕就要震荡回落 总之啊 要在3800点完成换手 就是把老股民放出去 换新股民进来站岗 对吧 老股民站岗也站累了 只是后面的走势 那恐怕跟咱们财政刺激 这些政策有关系 理论上啊 他恐怕隔一段时间 就能出一个政策 隔一段时间来个小作文 对吧 让市场充满了想象 我一直说啊 只有到什么时候呢 只有到市场疲劳了 对你这一套说辞啊 不感兴趣 对你这故事 已经不敢冒了 然后你这数字 表现的也一般 没有达到预期 那么就是股灾开始 看水跑得快 现在有多疯狂 那个时候就有多惨 现在是买不进去 那个时候会出现卖不掉 开盘你就挂跌停板 你现在开盘就要挂展停板 才能买得进去 那一天呢 你恐怕开盘就挂跌停板 否则你都卖不掉 你挂了跌停板 你也不一定卖得掉 有人说啊 胡锡进老师 已经赚了两万了 我记得我在节前说过啊 我认为胡锡进老师 恐怕刚刚解套 或者还没解套 其实胡锡进 他是绑定那个指数的 他那个操作的 是对标指数 他买了十几只股票 我记得胡锡进 在以前小作文里一直说啊 他相信他到3600点 他肯定能解套 所以我估计啊 胡锡进恐怕还没有解套 就离解套还有一步之遥 那也就是说 10月8号他肯定解套 他要赚钱了 10月9号他跑不跑 这不知道 他会不会卖掉一部分 这都不好说啊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啊 胡锡进老师 他只有遭受这个铁锤的时候 对吧 他的人性啊 他就会流露出来一点 也就是胡锡进老师 那个人性的光辉啊 他的闪耀的程度 和那个铁锤的成正比 或者是与胡适呈反比 所以这么说的话 随着胡适的暴涨 胡锡进老师产存的一点人性 差不多也很快就暗淡下去 这个到10月27号 胡锡进老师啊 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的时候 咱们可以看 也就是说啊 我对胡锡进老师 产存的那一点人性啊 已经表示担忧 他能不能保得住 很有可能 他跟家头啊 又要同流合污啊 这个家头老师啊 在国庆期间也没闲着 一直在出洋相 一直在给他的额爹洗地 这个卢布啊 不少赚 首先是加特老师啊 发挥帽 高度称赞 美国大选的 叫马旋风 什么叫特马旋风呢 加特老师说啊 特兰普和马斯克 他俩人的组合 叫特马旋风 然后这俩人呢 连绝同台 出现在擅自被袭击的地点 马斯克一身黑衣服 让美国再次伟大 帽子边上 写着永不投降 与特兰普的红色帽子 形成对比 马斯克高喊着 战斗战斗 说产上的气氛 达到顶点 说就造势而言 就撩动人们的情绪而言 就社会动员力而言 特兰普这个人 不管你怎么评价他 他都显得比哈里斯好玩 比哈里斯新选的 这个肉乎乎的搭档好玩 特兰普聚会 更有嘉年华色彩 你看马斯克已经跳起来了 有人问 家头 你这是战队吗 你到底什么观点 这个家头啊 又是黄顾左右而言他 但是他已经亮明了他的底牌 他就是支持特兰普 觉得这老头好玩 他这个搭档蹦得挺高 一个自恋的 特别能够得瑟的老头 一往无前 挨了枪子都不后退 一个在这个地球上 最会赚钱的人 祝他一臂之力 到底有没有效 一个月之后见分晓 如果普京看到这段录像 照片他会什么反应 你看啊 这个时候关心额爹 什么反应 实际上 家头老师就是天天念叨 特兰普上台 因为特兰普说了 他一上台 欧战争就要停止 正好解了他额爹的围 特兰普对普京 那可以说啊 如果给普京磕个头 普京就撤军或者停火 那特兰普说不定就要给他磕头 这没毛病啊 目前特兰普表现出来是这种 就是为了逼乌克兰 接受领土 换和平 就是他什么都干 这是他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姿态 所以这种姿态 非常符合普京的口味 所以家头啊 就吃劲的啊 为了满足额爹 就在那鼓吹特兰普上台 甚至啊 觉得这个马斯克助阵 那特兰普一定能赢 但是这个家头他又忘了 为额爹洗地 也有可能伤害他自己亲爹 这个不重要 额爹排第一 两害相权取其亲 对吧 额爹永远排第一 因为额爹他是他的亲生父亲 这个爹是他的养父 为什么说这个爹是他的养父呢 这个家头老师自己有交代啊 这个不是去乱编啊 家头老师昨天发了个微博回忆 他说啊 他上大学的时候 但是家头老师有没有上大学 咱也不清楚啊 但是他会坚称自己上了大学 他说我是班里最穷的学生之一 上学四年只享受最高人民助学金 那个时候并不认为穷是丢人的 谁享受一等助学金 二等助学金 三等助学金 都是要开会评议的 党支部诸书记 带着大家开会 同学们也是如实的汇报自己家里情况 没啥抹不开 这个家头老师自己的回忆啊 你看看 这是他的养父 对他多好 首先一个啊 应该也是家头老师自己的回忆 他的父亲 是在黑龙家一个什么农场 大家知道黑龙家的农场吗 那都是国营 然后他在里面是当个医生 他的爸爸在农场当医生 而且他爸爸据说是军装干部 也就是说 家头家庭并不是那么穷 那个时候穷是农民 贫农 才叫真正的穷 他是国营农场的 厂里面的医生的 而且他爸爸也是 就是退伍 转业军人 算是干部 干部子弟 怎么可能穷呢 跟现在比是穷啊 但是跟同时代比 他不是最穷的 因为那个时候上大学 即便上 那都是大队 农场 什么街道 写推荐信 让你上大学 言下之意 就比家头家里 贫穷的 那多的是 他的同学 比他穷 也就是家头涉嫌 弄虚作假 也就是一个 国营农场的 医生的儿子 这个家庭 不可能比一个 大队的农村的 这个贫农家庭 还要穷 你看看 那个时候 他就弄虚作假 大家自己可以去找 年纪大一点人 去询一下 你只要那个时候 是什么国营单位的 对吧 上班的 你都不可能比农民穷 所以他上大学 他一直享受 最高人民族学金 这个就问题来了 他一直在弄虚作假 所以弄虚作假 是家头的一个本色 占国家便宜 怎么占国家便宜呢 靠评比 不是靠你考试 你拿那个奖学金 你成绩第一 你拿了奖学金 或者拿了个 助学金 这个人都服 对吧 你厉害 你用功 他是靠评比 你看 为什么家头要回到过去 因为他喜欢这种评比 可以善下其手 弄虚作假 一评比 他就变成 班上最穷的 然后他就拿最高人民族学金 第二个 他说那个时候不认为穷是丢人的 这可不是吗 那个时候叫越穷越光荣 那个年代穷在帮你耿红苗镇 这有穷 对吧 农村里你穷 一穷二白 你才能上大学 推荐你上大学 或者你是地富富佑 对吧 你是这些分子黑五类 你怎么上大学 你上不了啊 所以你看家头露出马脚了 他上这个大学 十一八脚是农场推荐的 我个人分析 完了之后他弄虚作假 拿材料造假 然后拿最高人民族学金 拿第一 第二等 第三等族学金 全部靠开会评议 什么叫开会评议啊 这个大家心里有数 反正不是靠成绩 这就是家头为什么心心念念的 要回到过去的原因 只有回到过去 他才能占便宜 你现在你看他七千万粉丝 啥也干不成 对吧 拍个电影 居然没人去捧场 他这一次啊 国庆节又毁了两部电影 一个是陆川的什么 749吧 据说啊 票房不大预期 还有一个就是陈凯歌的 我看了一下票房只有七个亿 像这种片子啊 各以往那都是一百亿 或者是五十亿起 这回是中毒了 票房毒药 跟家头产生关系 能好得了吗 所以这是家头自己说的啊 跟着家头自己说的这些材料 大家可以回忆那段历史 就知道家头 他为什么心心念念的回到过去 因为回到过去 他才能拿最好的 为什么家头现在天天宣传 对吧 越穷越光荣 替上大家去吃苦 对吧 心心念念回到过去 这回他自己暴露出尾巴了 还要说到这个美国大选 这个家头 他到底是占俄爹的立场 还是占他所谓的国家立场 如果他支持特朗普 那是占俄爹立场 但是这个马斯克啊 他发了个推 这是俄罗斯卫星通信社报道的啊 这是家头他爹 官媒报道 说马斯克说啊 特朗普不能在选举中获胜 但美国将变成一党 独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就大家理解一下啊 马斯克说了啊 如果特朗普输了的话 特朗普不能单选 那么美国就会变成民主党一党独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也就是说马斯克是不希望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一党独大 那加特老师支持马斯克 那有什么意思呢 是加特老师害怕美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吗 那加特老师那么讨厌害怕痛恨社会主义国家吗 那加特老师他不是心心念念的要回到过去吗 怎么又不希望美国啊 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呢 这个加特老师这脑子要短路了吧 CPU要干烧掉他到底支持马斯克支持特朗普什么东西呢 马斯克的意思是特朗普上台是捍卫民主 捍卫两党竞争 是这个意思吧 那加特老师天天反美反什么呢 加特老师天天反美不就是反美国它是两党竞争吗 这样乱吗 对吧 美国搞社会主义这就好了吗 这价值观一样 咱们就不用与它为敌啊 所以说加特老师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小粉小红自豪好好分析 这个加特老师我说是他隐藏的最深的特务 汉奸1450 这个小粉小红理解不了 你看通过这个 你就能发现加特老师他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对吧 美国稍微有点苗头要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他就扶植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跟加特老师平时宣传的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说加特老师他不是什么占国家立场 他要占的是额爹立场 只要对额爹有利就行 那是轻爹呀 加特老师啊 虽然巧舌如簧 但是还是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如果他要痛骂马斯克 怒斥马斯克 那又是得罪了额爹 支持马斯克呢 那又是得罪了对吧 背叛了他自己天天宣传的信仰 你看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终于把自己绕进去了 加特老师为什么不希望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我想总有那么一天啊 这个会遭到加特粉的反噬 总有那么一天加特粉会揪着加特老师的衣领在怒斥他 为什么拒绝为什么反对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最近啊加特老师一个义父 也就是黎巴嫩珍珠党 现在他的领袖南产 前面他是接连死了好几个首领 该选一个就被清除啊 前几天啊这个珍珠党啊 又躲在一个地方开会 网传呢 这个叫塞伊德的这哥们尿急啊 又没穿尿布湿 舒服了 大意了 所以上了趟厕所一回来 他被指定为珍珠党的新的领导人 结果最近啊传这哥们不干了 突发新闻叫塞伊德拒绝成为下一任珍珠党新领导人 还有个突发消息 黎巴嫩报道说 自1991年起担任珍珠党副秘书长的纳尼姆卡森提出辞呈 也就是这个秘书长不担了 也就是说啊 珍珠党的高层纷纷辞职 你说这玩意都是日抛型的 只要一担上 那后面呢就进入倒计时了 十天半个月的 都不会能扛得住啊 最短的是几个小时结束 长的扛个几天就没了 谁敢干这个职位啊 所以网上有创言啊 说这个黎巴嫩珍珠党面向全球招聘秘书长 这个待遇很好啊 多期制 加上什么带薪休假 免费医疗 有网友纷纷推荐啊 建议加德老师去应聘 没毛病啊 对吧 加德老师这么喜欢这些什么 胡塞武装 哈马斯 这个珍珠党 什叶派民兵 既然人家向全球招募 加德老师完全应该去 不要关嘴炮嘛 用实际行动支持 加德老师只要去肯定能面试上 因为那个位置没人敢坐 只有加德老师命印 他脑袋被电梯夹一下都没事嘛 所以你那个以色列的 那个什么钻地弹 未必能删着加德老师一根毫毛 所以我觉得加德老师应该去试一下 对吧 用实际行动去支持 中东人民抵抗小霸王的这个行动 而不要在那口炮 天天大骂小霸王 有什么用呢 对吧 是时候比一比 是加德老师的头印 还是小霸王的这个钻地弹 厉害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